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您搞定淑女家務事 去年這個疫情來搗亂 大家的生活工作 其實都變得有一點影響 而且隨時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又開始要停工 大家又開始要不停的防疫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地緊張 一直想著說 如何讓我口袋裡面的錢 可以讓我的子兒 可以突然地就變大 今天我們就為大家邀請到了 非常多投資方面 非常有心得的專家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讓我們的小錢 可以變大錢 對 現在要講到理財 就首先要先了解 自己的問題在哪裡對不對 尤其是今天還有兩位投資小白 對啊 完全不懂投資 今天我們就要來幫你們做一下 理財見解 來看第一個問題就是 賺多少 花多少 永遠都存不了錢 我覺得我的戶頭 跟我的人的個性一樣 就是非常的樂觀 容易斷捨底 對 不是 因為我會覺得說 那麼辛苦的工作 總是應該要讓自己 為下一步更有動力 對 所以我常常就是 比如說我唱完這一場商演 然後我就會立馬 我如果知道那一天 是領現金的時候 不得了了 我覺得 我明天立馬飛去百貨公司 果然 我就想說 疫情 但是我後面還有一些尾牙 我想我就在那邊算 我這個包包 我都看好了 這個包包大概多少錢 那我大概下禮拜有一場 然後進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買那個包包 然後我要怎麼樣 不要讓老公發現呢 我就設計那個路線 設計得好好 我連什麼理由 都已經想好了 老公 我跟妳講 那天我要去做臉 那其實要去買包包 因為大概要花兩個小時 去挑選 去挑選等等之類的 很計畫人耶 是非 那妳回家的時候 不就看到了 對啊 就看到妳有新包包啊 對啊 後車廂還是很好用的 還有 後車廂 還有朋友的工作室 也可以把包包機放在那一邊 所以妳要身邊 要有一些好朋友 可以藏東西 對 然後慘了 疫情來了 就接到就說 可能要延期 變春久 說我慘了 我滷了 我滷了 因為我已經跟對方說 售貨員就說 已經幫我留了 對 那妳就 不好意思 這個臉丟不起 對啊 不塞不塞 不OK 於是呢 幸好 我還多多少少有理財的 這個小頭腦 你知道嗎 我其實呢 我平常呢 我會分四大塊的 四大塊的存錢 一個是儲蓄 然後一個是存在女兒那一邊 然後一個是就是極用型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存在 媽媽那一邊的 我就只能先用 勞妹的錢 就是我存在 勞妹的戶頭 然後去領了一些這樣 這樣 反正我這次 會補給她這樣就對了 哇 妳讓女兒的錢來付包包 不然我怎麼辦 於是呢 我只能怎麼樣 不斷地出新專輯 對 出新專輯 就知道要買新包了 對 照片是真的拍得 好像女神一樣 這麼的美 然後呢 那個歌名 這個專輯的封面名稱是 妳是我的世界正確的答案 這個是送給我們女孩子 每個人心中的那一個 Mr.Right 對 就是我的先生 NONO先生 那裡面有講到我的前世情人 就是給我天上的爸爸的一首歌 然後也有給我現在的老公的 對 然後就是 你拿的那一盒口罩 第六首那應該就是 你的心境吧 坑 不是 就是一個坑 就是一個很大的坑 包坑還是勤坑 對 然後就是這張專輯的概念 我還有設計了那個 口罩 海的世界 口大賣照 口大賣照是NO哥的品牌 因為我的盒子來不及印 因為買包包沒錢了 所以就用它的口罩 大賣大賣 謝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海君的新專輯 謝謝 好 那維尼媽 因為她是士寶嗎 所以應該是經濟的壓力 是比較大一點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就是海君剛剛在形容說 尾牙 春酒 KIN掉 可是小孩的教育不會KIN 雖然是公立喔 但是它有社團 它有才藝 現在它還有一個東西要繳現金 就是頒費 對 頒費你不可能脫啦 每個月 對 你說什麼 我們都還可以用支付的 頒費沒得脫 對 然後所以我每次賺的錢 然後只要是到了開學 一定就是直接走了 走就拜拜 但是後來我發現 有那種APP 就是可以去買那種 定期定額就是外幣 我看到它 它獲率有百分之四十耶 這個比我 四十 對啊 四十的 你會不會多記得一個零 聽到四十趴 我們現在每一買的都是傻瓜了吧 對啊 是不是 這是開什麼玩笑 我覺得今天才知道 開什麼玩笑 我今天是來拯救一個 連搬費都繳不出來的媽媽 我自己定期定額 我自己定期定額 我雖然沒有買那個 但是我自己 以前買過是賠四十趴 定期定額 對 好 我先講一下 維尼媽其實常買是基金嘛 對 然後第二個她講說 她其實常買 現在動心的叫做外幣定存 對 我跟你講 外幣定存 有可能讓你 你覺得很穩的東西 就是不太一定 它有陷阱 第一 貨幣會下跌 對 來 維尼媽妳知道嗎 澳幣 澳洲那個澳幣 十年前買 妳如果一萬塊進去 十年後 六千塊出來 虧掉四十趴 它給妳多高的利率 都不夠妳賠 妳搬費都絕對繳不出來 對 不是 貨幣會下跌 第二個 幼兒是什麼 就有點像某某平台 用便宜的衛生紙 把妳圈進來一樣 我最近才打開手機 我手機上就有 外幣美元二點六趴 好High喔 趕快想把幾百萬丟進去 十方老師二點六趴 你都High啦 它四十趴 沒有保證的 正規的 結果真的仔細去問 它只有十四天而已 沒錯 寫一寫 還有十下 十四天後 還有十下信喔 當然啊 所以那個叫 圈客人 先把妳圈進來 十四天後 先把妳資金弄進來 以前美金利率 有可能到四百分之也覺得很多 它也在圈妳 對 但妳進去仔細算 其實沒有那麼多 圈完之後 十四天後 禮專就會打給妳 維尼媽 已經沒有那麼高了 妳要不要換個保單 對耶 是不是 我有欠缺這種電話 我今天就來救妳 這樣退時會有損失 這個大家就不知道了 對 你知道在銀行會做什麼事嗎 我們不是要跟它換錢嗎 你要換美元 換澳幣的時候 它賣妳 會賣貴一趴 然後妳要跟它 就是妳跟它買回來的時候 它買妳便宜一趴 這個大家有出國的人 應該都知道 來回就兩趴了 對 一來一去 就把妳錢戳掉一些 所以你看 妳那個四十 負四十趴怎麼來 你不要以為 定存看到兩支就安全 不一定 可是它是合法的 那個機構的 對 都是合法的 才能賣 好 不過因為韓竹 像你們四位 今天坐在這邊 就是已經 就是投資滿有心得了 要來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分享一下 那妳個人覺得 最快最好的投資方式是什麼呢 其實像我自己以前採訪過 很多演藝圈的那種資深 大哥 大姐那些大前輩 海君妳知道為什麼 後來他們都不用出來了嗎 因為他們跟你一樣 就是那個 每次唱完歌 什麼歌手秀 還是什麼演唱會玩了之後 如果可以領獻 他們就是去看房子 他們不是去買包 他們是去買房子 沒錯 投其款 付了 然後慢慢慢慢付 不要想說 我們要什麼 以租代買 然後這樣子可以享受生活品質 沒有沒有 因為妳些租金付出去 二十年之後 它就是不見就是不見 對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去買房子的話 你不只可以把它 變成一個資產留下來 甚至你還可以賺到的是 它的資本利得 是 資本利得就是說 我今天六百萬買的房子 就像剛剛那個石方姐講的 澳幣妳一萬元進去 後來變成六千 九千塊嘛 最慘 好 就算十年的房子都沒漲 我總可以住進去吧 對不對 或是我總可以再租人 我去洗別人的租金 總可以用到 對啊 洗別人租金 所以 洗別人這樣之類 照這樣 對嗎 海君 那個 要把錢 錢變成喜歡用紙 但是不是買方方的愛馬仕包 是想辦法把它變成一個 方方的房子 而且我覺得買房子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妳為了要繳那個房貸 妳會稍微就是 客製 忍耐一下 這個包少買一點 就是說我至少要把這個房貸 擠出來 所以它有點半強迫性的儲蓄 而且台灣的租金是已經 連漲了十年 但是房價卻沒有跟著 一直漲上去 所以現在已經不能說 租不如買了 現在反而是買不如租 像現在很多中南部的房子 是一個月一個價錢 就是這個月推出的是 我這瓶二十萬 下個月馬上算 沒有沒有已經二十五 三十了 不給賣 不給買喔 妳都是捧著錢去搶 還有妳知道 像我認識一些代銷 他們賣房子的 有時候妳打過去說 妳好 我要賞屋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只能預約十組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飢餓行銷 是不是在很拽對不對 不是 因為他們是擔心 我一開始要是房子 就先賣完了 我不能過三個月之後 我再調價說 第二波的價錢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其實一開始 是故意不給妳看 他們要限制來看房的人 現在買房子就是這樣子 是 真的 走 買房子了 走啊 好 所以我們主要是 鼓勵大家就是 如果有存款的話 就是先置產 對 那宇安呢 對 我覺得 剛剛佩正在講的 就是有了房子 其實妳就是逼自己去賺錢 像我以前在郭台上班 因為薪水算不錯 所以我們都覺得說 買包啊 什麼什麼 就是我這麼辛苦 我要讓自己開心 可是後來呢 剛好在有一年 公司的老闆非常的大方 他給我每一個人 一個大紅包 就是我那個支票一拿出來 我還數說 這是幾個零啊 怎麼這麼多錢 這這麼大 等一下 這麼大的紅包 壞膝位數 壞膝位數 是 太滿萬 我拿到那個支票 我說 我說哥 這個是多少錢 怎麼那麼多錢 我這輩子沒看過那麼多錢的 後來我就用那一筆 當作我的房子的 就是當然前面也有存錢 就把它當作頭幾款 買了我的第一個房子 後來我發覺呢 很多人會覺得 第一桶金很難存 是因為以前 我們的消費習慣就是 我想花的花花花 花完了 剩下的錢我存起來 可是妳會發覺 妳永遠都剩沒多少錢 所以到後面 我有了房子之後 我的習慣就是 我把房貸當作存款的一部分 我就是先把要付的房貸 跟我可能接下來 會需要用到的一些存款的錢 我把要存的先撥出來 剩下的我才花 妳的比例是怎麼抓 二分之一 直接收入先存二分之一 我也是 我也是這樣 因為薪水 薪水是浮動的 好狠啊 薪水是浮動的 所以我就是二分之一 逼自己說 妳就只能花這一半的 強迫存就對了 所以那妳怎麼辦 那我想買多一點東西 那我就努力賺啊 我的二分之一 才會跟著變多啊 所以等於說我強迫自己 一半存下來 然後讓自己努力去賺錢 讓我只能用的那一半變大 我們的小鮮肉李勳 妳今年幾歲可以問一下 二十七了 才二十七 對 妳就在等理財 全家存在這裡 而且她剛剛說二十七 對 好啦 當然因為那個新聞上有寫 妳二十四歲就存到第一桶金 怎麼辦到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一個理財的方式 就是我很愛用比例 就是我自己也是用比例的方式 下去算 就是我可能自己有延伸叫 六三雙二分之一 plus的理財法 就是比較不大 有點牢口 年輕人就是喜歡娶一些 就是姐姐們不會的 對 而且我覺得 剛剛海賢姐講到有點像 因為她也是分很多地方放錢 那我這個也是 有點類似的概念 就是我薪水下來 我就是一樣分 有沒有理財專家說 跟我一樣耶 那我一下 小啦 不懂事 對 沒有 她存錢方式邏輯 跟你很像 但是她花錢方式 跟你截然不同 很不像 大概是而已啦 就是我六十趴我就去消費 就是我錢就放裡面 這個帳戶裡面花光就花光 也沒關係 但是我每個月就會固定 就是不要讓這個帳戶透支 就沒了就真的沒了 所以我 因為很多人都說 理財要先記帳什麼 但是我就把它放在裡面 我就知道我自己消費是怎樣 我後面也不需要記帳 沒了就沒了 然後三十趴儲蓄就是 我可能會存緊急預備金 那如果說我之後 以後有小孩要繳學費 或是真的 疫情然後沒工作 那我至少緊急預備金 我可以拿來付學費 或者是我額外想要 有一些儲蓄存款 也是放在裡面 然後5%風險規劃 就是單純的保險 可能醫療險 意外險 就是買金的保險 就可能不會那麼多 那種複雜 真的就是醫療險 不是什麼投資保單那一種的 就先放在裡面 然後接下來5%投資 然後就是看你要定期訂額 或是單筆買入都可以 就是至少每一個帳戶 我都會說是要專款專戶 就是每個帳戶 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這樣子你就不會搞混說 我現在這個沒錢怎麼辦 就是每個帳戶就是特定 然後接下來的plus 就是增加收入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以前其實小資組的時候 其實增加收入很重要 因為你怎麼存就是那樣 所以就是要想辦法賺錢 所以我會覺得投資自己 永遠不吃虧 所以我就會去學 可能額外的技能 或者是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增加收入 但是你還沒有時間去學技能 你去跑外送 我覺得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我會比較建議 最好是用自己的技能去賺錢 賺的會比較多 不要以時薪去換 你以它五萬塊一個月來講 它一個月的投資金額 只有兩千五百塊 對啊 所以 所以它的投資獲利 要非常漂亮 你那一桶不是大桶還小桶 想一百萬而已 一桶就一百 也有難度啊 對啊 它的投資獲利要非常漂亮 它才有可能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就是說 它很重視增加收入這一塊 因為很多人就是要說 開圓節流 你要開圓 如果一個月三萬塊薪水的人 你怎麼存到一百萬 你絕對是後面要 這多賺個一萬塊 多賺個兩萬塊 每個月多錢錢進來想辦法賺錢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每天忙什麼 我們都在忙著 斜槓 大家都很賢 到處斜 真的 好不好 好 那所以你看 要理財的第一步 當然是要有存錢 因為你沒有存錢的話 你就根本沒有辦法做 其他任何的安排跟規劃 好 但是除了存不了錢之外 我們還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你們來看一下 買越多越省錢 還可以省運費喔 就是比如說 你在某些電商平台 然後他就說 你差九十九塊 你跟免運臭不臭 臭不臭 那你就有一些 你用不到的東西 對 我可以把它吃掉 我跟你講 我有一天 就很想吃一個早餐 就是一個東區早餐店 然後想吃那個鐵板麵 它就是譬如說八十塊好了 但運費要加四十 但我是不是覺得 這樣這個鐵板麵 真的好貴喔 對啊 所以我後來就又叫了熱狗 又叫了薯餅 又叫了奶茶 我重點是你東西吃完了嗎 沒有吃完了 就是你知道 就為了少那個四十塊 又點半 它好像有一點點被人家賺走 這樣心態對不對 所以你們不會有這種 省運費的迷思嗎 我一開始是不會 因為我不會算 可是老公每天 每天都在耳邊就是說 在那邊說 你買這個多少錢 然後這個 寄來家裡要多少錢 我想說為什麼要問我 買這個多少錢 然後寄來家裡 你為什麼要問我多少錢 你每天都在問我多少錢 我怎麼知道要多少錢啊 嘴巴要漏洗啊這樣子 然後因為每一年的過年呢 我就會要準備要禮盒 要就是表示一下 就是心意這樣子 就在今年的時候 我也是一樣 就是照慣例 我就到了百貨公司 然後我這次遇到的 那個貴姐姐很好 她要跟我講說 就是比如說 例如說我今年選的禮盒 是這一組七百八來好的 那我設定一個數量 我可能就設定二十個 運費要一百八 她說 朱大姐 這樣子 我們今年呢 有另外一個運費的方案 就是要四十盒 她說你們那個朋友 一定很多的啦 這二十盒很快就那個 我就想老半天 好薄 就這樣子 很不明其妙 好 四十盒 那四十盒它的 三十 就是便宜 便宜三十 就一百五這樣 對 我想說 如果四十盒這樣子運費 是不是又一千二了 對啊 那我就覺得 很OK啊 至少有時候 回去很得意的跟老公說 三十盒 它的運費只要算一百八 我如果 那個如果我是買四十盒的 二十盒就是一百八 四十盒的話 它就便宜 五百五 便宜 所以我看維尼就要求救 她剛剛算不出來 我都說要看維尼嗎 對嘛 你要認真聽 你坐我旁邊就要認真聽 我也有啦 我有在寄 你要是看那一邊比較好 對啊 你要是看錯邊的 我多增加了二十盒 寄來的時候 然後每個人都是 奇怪 我多這個二十盒 那我怎麼辦 我哪有那麼多朋友 可以收 對啊 還變困擾 而且很多還有期限 多加 餅乾嘛 對啊 我趕緊 我這兩天我很忙 我都在送禮 我就像那個聖誕老婆說一樣 我真的覺得 你們家還好是NO哥館這樣 真的 要不然真的很令人憂心 所以我就多加了一個二十盒 多花了一個 多少 不要算 不要算 一萬八千 差不多 一萬八千六百塊 對不對 叮咚 他們都快出了答案 我個人都沒在聽了 對 對啊 那維尼媽 妳自己是團媽不是嗎 對 然後我們家的人就很多 應該很會算啊 對 然後 妳告訴我人很多次 我的那二十盒禮盒 可以去妳家什麼 先送我們啦 大家都好 沒有問題 我就是為了要幫大家省孕費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是有手工泡芙 所以我一次就訂了大概 七 八箱 然後我突然發現 對 我省下了這麼多的孕費 跟每一盒平均下來 但是 我沒有地方兵耶 我沒有地方兵 真的耶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冷凍櫃 對 要先團購冷凍櫃 對啦 我這個社區媽媽這邊 我有開團賣 好 那妳把我交給妳 對啦 所以我後來又買一個冷凍櫃 可是我覺得冷凍櫃對妳來說 應該算身材工具啊 對 那團媽她還是用得到 要兵貨 對啊 她先降低她的成本 其實我覺得她還是勝過海軍 真的 謝謝 謝謝大家 對 謝謝 那妳那些泡芙 不過後來有賣掉吧 沒有 什麼意思 小朋友早餐也吃 點心也吃 是不是 妳看 她還說 妳還誇她 她就沒有賣完 有很多口味 後來她自己吃 對 要泡個期間太短了 對啊 來問一下我們的專家啦 韓主 其實我有一個觀念 倒是跟大家不太一樣 就是大家首先要改善的是 自己的屯物癖 因為很多人都說 要買一大堆衛生紙啊 什麼什麼的 這樣子比較划算 不要親自去超市買嘛 對 但是問題是 然後回到剛剛說的 大家知不知道 房子貴不貴 貴 那我們自己住都不太夠住了 你還要把家裡的空間 有一個地方 放整箱衛生紙 然後再放整箱衛生棉 比方說像我們有時候 必須要網購的時候 假設一千五才免運 然後你買一個東西是一三九九 剩下的一百零一 你總不可能再去買一些 自己不需要的東西嘛 對 那其實剩下一百零一元 不會 我們買的都是需要的 就是牙線棒 每次的牙線棒 對 剩下的一百零一元 其實你就像我 我就剛好買幾個貓的罐頭 剛好就把那一百零一元過去 然後把它吃掉 但是我就不會一口氣先買好 一箱貓罐頭 讓我沒有辦法去湊這些免運 其實這樣子我很多運費 就可以默默地把這個八十塊 一百五給打消 而且家裡又不會有一大堆空間 放衛生紙什麼什麼 真的啦 人住都不夠了 你還放衛生紙 韓竹啊 他的理論跟我老公很像 對 我老公也是這個邏輯 但是我跟你講媽媽 自從我們當然媽媽說 我們思維真的是會改變的 因為畢竟我一個人 真的用不了兩大包的衛生紙 對不對 我可以活很久 但是如果家裡常常很多人 或是基本我們就是一家四口了 然後我們又喜歡朋友來 那用衛生紙 用量 真的你很多東西 真的團購比較省對不對 對 尤其這個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跟你的親 等於說你旁邊的鄰居打好關係 對 因為像我們家那個社區 就等於說大家有一個賴群 所以每次有些東西 譬如說有某某市集 它都是買越多越便宜 對 尤其冷凍食品 沒錯 它的冷凍運費是最貴的 好貴 對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這個團結力量大 旁邊的鄰居 都可以成為你的助力 真的 這不錯耶 守望相助大家一起團購這樣 對 對 好鄰居啊 那妳也是好鄰居啊 我一定是的啊 姐姐講話我都有聽好不好 什麼加一 我加了一個什麼呢 什麼 二十箱的台東市家 二十箱 二十箱 又是二十箱 妳的廠商已經沒有那麼多了耶 你這個單位就好可怕喔 都二十箱 真的是這樣子 不是 因為 加完二十箱的時候 我想完蛋了 我可以馬上花掉一個禮碼 而且市家是瞬間就熟了 就熟了 對 就立馬 立馬一個禮拜內 就是會壞掉的那一種 對啊 那我怎麼辦呢 我就跟他講說 沒有關係 你幫我放在一樓的警衛室 我再下去拿好了 妳看伯伯是不是應該送一個禮碼 真的 妳看伯伯現在還在吃市家 我擔心什麼 不是 我擔心什麼 你知道我擔心我被我老公罵 所以我就說你放警衛室 我自己下去樓下拿 但是那個團媽真的覺得 我太好看了 一下二十箱 因為每個人都是一箱 你是VVIP一樣箱 他要幫我送上來 真的太雞婆了 整個送上來 我老公臉都立了 然後我整個人發紙 二十四個 風哥臉力是正常的 我就趕緊 我在三天內立馬就把他 快送 我的車每天都是 帶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團購網 基本上就是 你買四家 對 我上禮拜好好吃喔 那個是有交友功能 對 只要有交友功能 就有兩個BUG BUG BUG是什麼 就是你很容易重重 重重說你在買什麼 我也來一個 對 其實需要 其實根本不愛吃 對 會 還有一個競爭心理 我要投箱 好準喔 我要最多 海軍應該就這種心情 對耶 因為我是歌唱比賽出身的 偶包 所以 都要第一 要拿冠軍 要拿冠軍 對 冠軍 其實團購是能省錢的 對 如果你聰明的用 而且用到剛好 對 其實是可以省 對 所以要如何聰明 然後不要失控 這個是技巧 對 像我們李虛能夠年紀輕輕的 就存到人生第一桶金 對 人家是很有原則的好不好 對 像我自己有 不再買的五樣東西 因為像你自己在 不再買 對 學會理財後 對 不會再買 沒有 我們通常是列單子說 我要買什麼 對啊 因為我覺得想要太多 就是欲望無窮 所以要把不要列出來 才叫 先不要這樣 可以先問一下 你學會理財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嗎 大概二 二五吧 兩年 好不好 兩年了 對 像第一個是 因為我以前就是很喜歡幻想 家裡好漂亮 你要擺什麼東西才有質感 但有時候你買回去 想不對啊 就放在那邊也不對 然後到後面 就算你真的擺了 想到到後面就長灰塵 所以我後面就會說 這個居家擺是夠了就好 然後多的就是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第二個這個 姐姐們都不同意喔 什麼可能啊 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是男生 所以還好 我覺得很幸運 可是因為像我自己 大概已經一年以上 沒有買衣服了 所以你都是買過季的嗎 就是沒有 我就是買 我真的會穿 因為有時候流行的衣服 你可能當下穿好 可是可能 一記之後就是 下次再穿人家說 你這個上季的衣服 已經退流行了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就買我真的會穿到 然後可能就貴一點沒關係 但是我自己 永遠都會拿出來搭 然後第三個就是 收納商品 因為大家會說 收納不是很實用嗎 對啊 收納就很多時候是 你東西多了你才會收納 你買越多東西 你就會越多收納商品 然後你買到後面很長 眼不見圍巾 就把它蓋起來 就我有收納 收納很好 所以我OK 但是我覺得 收納根本就是 我講到很多人心想 我前一陣子就是在那個 怎麼見人啊 臉書上面看到 賣那個小格子 對 賣內衣 收襪子 然後那個小格子都覺得 在看起來好有整理性 我跟你講 你現在看到的小格子 是收收內衣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我前一陣子 看到一個收納商品 它超好用的 什麼什麼 它是這樣子掛在 那個衣櫃裡面對不對 然後它是這樣一面 然後因為我常常 傷腦筋說我的包 到底要怎麼收 怎麼刮 然後太多了 然後它是這樣 兩邊一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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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直接掛上去 十個包包都有加了耶 那我的櫃子是不是就空了 對啊 它又可以放了 對 所以我剛剛說的收納商品 也這個 就是你買了收納商品 然後空了你就想說 是不是有東西可以再放進去 對 所以我覺得沒錯 買收納商品 你不要買是你最根本就是要 斷捨離 就是不需要的東西 不需要一直買收納商品 了解 就是夠了就好 然後第四個就是全新的 你這個對男生來講太難了 可是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手機 就是四五年前用到現在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 因為你後面的手機 出到怎樣都差不多的功能 就可能相機也就是那樣 永遠追不完 可能鏡頭就永遠都那樣 然後你用到的功能 也不一定那麼多 所以我是大概就是真的不行 我才會換新的 因為你一直在追 而且每個手機價格越來越高 你永遠都追不完 對 所以我就想說那壞 真的壞了我才會換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加架構 因為現在你不管去 那樣飯店藥妝店 每次結賬說 這邊有什麼加架構商品 也要不要看一下 然後每個都看起來 好像滿便宜的 然後貌數又很小 感覺很實用 可是其實有時候 你去把它換算成大貌數 它其實貴的基本上 會有一點五倍這麼多 然後有時候不一定實用 甚至有時候你沒有辦法 搞不好人家認出你 就說那我買一下好了 就是買到一些不適合的東西 所以我後面基本上人家說 要不要我說 我等他講之前我就說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就會先冷靜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 還有什麼樣的理財的問題 哪有花這麼多 每個月都被信用卡的帳單嚇到 真的 會不會每個月都覺得 自己沒花錢 可是帳單來都嚇死人了 有 我有這個生氣的感覺 尤其是為了一些優惠 然後都會下載很多的那種 外送平台的APP 然後因為我其實都是在家裡自己組 但有一次發生是 我看到帳單來 外送費就將近一萬多塊錢 可是我每次點都是兩百多 兩百多 但怎麼那麼多 一萬多 可是兩百多的每一餐 跟每一天加起來 好像就變成 我跟你講外送這個帳單 真的很驚人耶 因為我們家就是去年的時候 然後小孩不是因為疫情 然後剛開學 那時候我們搬回台北 住了兩個多月 那兩個多月我們就是 因為妳就是一直在點吃的啊 每天一進來攝影棚就說 那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但殊不知帳單來的時候 第一頁翻完還有第二頁 然後第三頁 想說一個 因為到底有多會吃啊 而且他們每一筆 都還有加一個什麼 帳單處理費還是什麼 所以都有兩三塊 兩三塊 對 因為它是國外網站 國外網站 那個都還加上去 所以你就覺得帳單怎麼會 會以為自己是被盜刷 看到還想說打個電話說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發現 因為自己信用卡還滿多 對 然後每一次都以為是用不同張 然後就這樣分散起來 然後其實都用同一張 海君妳手上總共有幾張信用卡 沒有 再算 那完全沒概念 所以信用卡的帳單是妳自己處理 還是NO哥會看到 我會那個地址 我寫娘家的地址 所以都是海君嗎 一看到 不行 媽不會拆人 叫我妹看 不是 妹妹在幫妳繳吧 沒有 怎麼可能 沒有 你把錢給她幫妳繳 對 就要會 可是海君 我覺得妳個性 如果去百貨公司滿額鎮 應該妳也是逃不了的 妳應該有去 妳的額度是不是可以到 抽百萬汽車的等級了 不...那個千萬不要來 就是我會克制 比如說最近買百萬品的時候 就是滿六千 她就會跟你講說送六百 但其實我這次 媽媽只有跟我講說 她只需要什麼 那買一買四千多塊 對 我要結帳的時候 而且那一天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長大了 於是呢 我就拿了信用卡去刷的時候 她就說 翠小姐 我跟你講 妳這樣不划算 我真的覺得妳這樣不划算 我說怎麼了 你看喔 妳買這一個 跟買這一個 妳再差多少 妳就可以抽到六千塊 六千塊我還送一個六百塊 給妳 然後妳說妳有什麼卡 我就唸給她聽說 這個卡 妳剛剛好 妳非常會辦卡 還俄羅瓦這樣子喔 妳非常會辦卡 妳這個卡還配合我們公司 什麼什麼 妳還可以得到非常厲害的 什麼旅行組 贈品 真的是很厲害 是他們的贈品 不是贈品 不是小份的 對 小份的 可是可能出國可以用 將近快一個禮拜的那一個 我就覺得很OK 媽媽也可以用這樣子 然後再來好不容易抽到六千 六千出 六千出 真的太可惜 她就一直在唸 真的太可惜 太可惜 我說又怎麼了 我們下一個門檻是八千 對 八千還可以送多少 我就說 那所以呢 我就真的就是放棄了 我說好 然後呢 然後我就說 我又再抽 抽到一個八千了 好不容易八千都九千那邊 妳現在告訴我 妳最後是買到多少錢 一萬二 我看上 我看上她的那個 她從四千直接奔一萬二 以後如果我斜槓當業務 我第一個加入聯絡部的 就是豬海軍 好不好 就是她的那個贈品 好咖 她那個泡腳機 超級無敵的豪華 真的 有溫熱控制 那妳拿回去 現在有用過了沒 沒有 好棒喔 沒有用過 還可以給維尼媽幫妳賣掉 對不對 好 那我再寄給妳 我跟妳說 要救海軍的方法 不能夠靠自己 不能靠海軍自己 要靠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是什麼 就是Nine Pay 什麼蝦皮 什麼街口那個 Apple Pay 那個叫做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等於 紅包代理財法 什麼意思 以前就是有那種 為了省錢 省不下來 我們就把錢分在五個 信封代理 然後花完就不能再花了 是衣住型 你大概要用這一種 那現代我們不要用紅包代 太LOW了 我們用行動支付 我們改成電子版 電子版 升級了 行動支付現在可以做到 沒錯 就是你除固定的錢 比如說一個月 賺五萬存兩萬六進去花 像李勳這樣 花完刷不過去 你自動就不會再花 天啊 老師你好像我媽喔 我真不願意當你媽耶 來 第二個他還能記帳 就是因為你只要一刷 他自動會告訴你 一百塊你花在世家上 兩百塊你花在面膜上 不用記錄 OK 他自動幫你記 第三個他有免費功能 你知道嗎 他可以免費轉帳 我轉帳給你 你轉帳給我 是不用手續費的 而且也免年費 對 最後他有提醒功能 你每亂刷一次 他就叮咚 朱海君你又花錢 所以行動支付就像 在你的手機上綁一個媽啦 其實給小孩也很方便 因為你就是給他零用錢 綁在那個裡面 對 他就知道他一個月有多少 零用錢在那裡 他還會一直都看得到 然後再來就是說 小孩也看得到 對 小孩也看得到 然後你到下個月的時候 他如果這個月很省 他會累積到越來越多 他會有一種成就感存錢的感覺 而且行動支付他有個優點 就是他有時候會跟一些卡 配合做活動 然後你比方消費一百塊 他就回饋你一趴 然後這錢就會存進來 就不像說 比方說我們在星光三月的 花的錢就只能在星光三月用 然後搜購就能搜購用 你有時候坐計程車 累積下來的錢 他就一點一點回饋到你的帳戶裡 真的 你去吃滷肉飯的時候就可以用 滷肉飯也可以 對 就是你全台灣的 只要能夠用這個行動支付 所以是老闆也要綁這個 對 所以就是你看 像所有新的轎車軟體 一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給你超多優惠 所以你一定要先去 當那個第一個去玩的人 去搶鏡的人 然後就可以拿到一張一百 兩百 三百 三百 這樣一直剩下 我以為是最多拿到了五百塊的 我生日的時候有一點錢 哪有訂了幾個禮盒 訂了幾個禮盒 就五百點就可以 我生日的時候 直接拿一千塊的乘車金 然後所以我就下載了很多 各家不同的那個轎車的APP 然後現在包括說什麼 你洗衣服也有APP 然後你是前幾個 親日註冊會員的 你洗衣服前面幾件都免費 就是其實今天 但是他們也都是綁行動支付 所以你要用行動支付加APP 併在一起 然後當那個第一個進去的人 對 就可以幫自己省 這樣聽起來的話 電子支付的確就是現在 非常的便利 而且大家也非常的推薦 所以可以來做個功課了解一下 但是我們畢竟生活 還是常常要消費 所以就要來請教一下我們的購物專家 我們花錢到底要怎麼花 才能夠花得最精準 這個基本上買東西問我就對了 因為我的人生不是在賣 就是在買 對 一直在做這個 我覺得你現在又準備要賣我商品 我現在準備要加一囉 你會覺得我站出來 就很想賣東西了 就是很專業的感覺 沒辦法 就是我的職業病 不過呢 為了讓大家知道說 我平常有多愛買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手機的螢幕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購物的這一項 各位可以看到有幾頁 所以我們也幾乎有耶 這我也都有耶 對不對 各式各樣的購物網站我都有 而且台灣的買不夠 我還買到國外去 對 但是其中一個 我要讓大家可以 在我的右下角有一個Shop Bag Shop Bag 你只要下載這個App 而且我提醒大家 因為剛開始我也不知道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個 購物的那個資料夾當中 你就會常常忘記 沒錯 所以記得Shop Bag 一定要擺在外面 對 你就會記得說 我要買任何東西之前 我先進這個網站 為什麼 它是網站上很多東西 還是它是一個記帳的什麼東西 對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點進去 這個網站比較特別 它其實像是一個入口 我已經看到關鍵 對不對 邊買邊賺錢 我從下載到現在 大家只有看到這個地方 你的回饋金額五萬五 這不是我花的錢 這不是花的錢 是以前我們的消費習慣 你頂多覺得 我來集信用卡的紅利 對 就已經是覺得 我有在理財了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 像海軍有七張信用卡 你有沒有發覺 七張信用卡的紅利 每一張都不多 對 因為你都分散 對 你都分散 所以當你沒有累積到 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是換不到東西的 沒錯 可是有時候你會發覺 它通常給你換的 都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給你什麼回饋是最直接的 錢 錢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你在累積 譬如說我們在買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 對 我也知道要集中消費 問題是A網站 我只能在A網站買那個東西 對 B網站就沒有賣 而且還有可能B網站還規定 我只能用哪一家信用卡 對 可是這個APP 我覺得最方便的是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總共有 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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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不及看 來不及看了對不對 他們有合作的平台嗎 對 所以你會發覺基本上 每一家回饋的%數是不一樣的 對 我隨便舉幾個%數 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我們喜歡 在國外的網站上買東西的 對 譬如說像這種 有沒有 他們在買名牌的 時尚潮流的 它可以回饋20% 我跟你講我的 這一家 這一家 有20% 有20% 我少賺很多錢 對 所以我的5萬塊就是這樣來 因為大家也知道 現在是折扣季 對 所以在折扣季你會買很多東西 對啊 他們來折扣季已經打5折對不對 你用這個App進去這個網站 對 它可以等於再打8折的意思 因為它會把20%的現金 回饋到你的帳號 我很需要 對 那個中間那個大賣場的也是最高 你看連淘寶都有 真的耶 有沒有 然後加勒服也都有 我這樣問好了 你可能會想說 那是真的嗎 我們常用的東西都會有嗎 對啊 我們剛剛在講外賣平台 對 請問你們外賣平台都有哪一家 都用伯伯有什麼的啊 還有伯伯也 對不對 對啊 我很簡單 我就隨便弄個 Uber好了 好 你看到 UberE 你點進去幾% 15% 這個也有 對不對 那像我剛剛講說 我加一個月吃個兩三萬的話 我15%很多耶 對 而且各位 它厲害的地方是在於 你會想說 那我用這個平台進去 會不會變成很奇怪的介面 我不會熟悉 對 不會 它完全就是跳到 你手機裡的這個APP 我有個問題 所以意思是不是就是說 這個下載了APP之後 我們要做任何消費行為的時候 我就先點這個APP 然後從這個APP中 然後我們再去消費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跳轉的部分 我覺得它非常簡單 我一開始想說 要不要去什麼 重新再註冊會員什麼 對啊 一直登入很麻煩 不用不用 你完全的消費習慣 譬如說我再示範一個 譬如說我用booking.com好了 你看我點進去 它會直接跳到你的booking打開來 我先繼續前進到APP 對 它就因為打開你手機的APP 回到你原來的介面 你其他的 你所有訂購的東西 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那這個APP 不是還剛好可以幫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所有的購物 消費的這些APP 對 有時候你還找不到太多了 對 而且它好貼心 它有分熱門 商店 你要3C的 你要流行時尚 譬如說你要買英雄的 都有耶 它都幫你分類好 你可以直接搜尋名字 名字你記不起來 你就分類去找 非常簡單 所以它等於就是一個 我所有要的消費的 一個入口的網站 對 那我進去之後 那我原本的這一些APP的 這些其他的福利會消失嗎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完全不會消失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試過 你可以有三重送 對 第一個就是你在那個網站上買東西 它一定給你紅利點數 對 那個點數你賺 也還在 也有 因為你就是跳到那個APP 所以那個APP該有的東西都有 對 再來你用行動支付 對 行動支付它會現金回饋 你賺第二重 對 第三重它就會到這個地方 把兩個小時之後 你的消費 依照它不同的趴數 會回到你的帳號 我跟你講 後來我介紹我很多朋友 他們只問我一個問題 現金 現金要在這裡花嗎 還是現金要去哪裡花 對 而且它會不會有很短的期限 現金厲害了 現金它可以提領到你的銀行帳戶 怎麼可能呢 你可以領出來用的那個可以嗎 就是像你活動如果取消 包要結單的這時候 它可以變現金到就對了 它有一個申請提領對不對 對 你把它按進去 然後你就會輸入你的銀行帳戶 對 這個待會兒再碼掉 好 你會輸入你的信用卡 或者你的銀行帳號 然後它是滿兩百塊你就可以提 就可以提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 兩百塊就可以提現金 所以你就不用被限制說 你給我五萬多塊錢 我被限制要去哪裡花錢 都不用 也不用花掉 完全都不用 存起來 李虛你最愛的 我真的有 我真的很常用這個 你也很常用這個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有現金 這樣子可以直接現金回饋 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介紹這個 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在於 聽完大家有沒有想下載 你們都想下載的時候 到時候我會傳邀請給你們 你們按加入 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個人我可以拿一百塊 所以現場七個人 我是拿七百塊現金 七百塊可以直接轉到銀行帳戶 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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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變線耶 我現在一直在想 我那個四十份禮盒的那些名單 你要想的是你的包 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真的 邊花錢邊賺錢 而且你看喔 像它有配合很多那個網站 都是我們平常在 就是買日用品 在用的 對 所以就是你也不一定是買你的消費 就是奢侈品 你很多是生活必需品 對 像現在大家都不敢去逛大賣場 反正你看嘛 隨便你按去 尤其這個家 家樂福的 二十趴 等於說你買衛生紙也打八折 你買礦泉水也打八折的那種感覺 而且重點是 我是不是不用自己提 他會幫我送到我家 沒錯 沒錯 很聰明 就是這樣 真的 對 邊買邊賺耶 很聚 真的是 真的是太厲害了 謝謝余愛 謝謝 非常太棒了 好 那既然我們存下了一些錢 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最後一個理財問題 講到投資 先怕怕耶 買啥賠啥 還要怪誰呢 怎麼會那麼慘的 我覺得講到投資 大家都一個頭兩個大 對 很怕買錯 你就乾脆抄答案 抄答案 答案在哪裡 老師 我們怕抄錯耶 老師 這是我上一個節目 有一個小護士教我的 他說他是菜籃組 完全不會看財報 所以他就去找基金 然後去撈那個 績效超好的前三名 然後基金他都會說 他的前十大持股是什麼 他會自己露出來 給你看他答案 然後他就照抄 就基金買什麼 他就跟著買什麼 所以不要去買基金 就是直接看他們投資哪個部分 就跟小護士說他 好 那韓祖有什麼建議 其實講到股票 真的大家都很心動 因為這兩年台灣股市真的很熱 但是呢 今年2022年 大家要稍微 上半年要偏保守一點 可能下半年會好一些 重點是 像你的小護士朋友啊 他是不是身邊的人都很喜歡當充 對 年輕人 對很多人來講 當充很吸引人 就是我早上開盤的時候掛 然後尾盤的時候賣出 然後五本 然後就賺一大堆錢進來 很多年輕人喜歡這樣 但是我給大家一個數據喔 2021年呢 當充是貢獻了整個這個台股的 金額是三十九兆 但是裡面是虧了四百五十三億元 就是說那些當充客 他們雖然創造三十九兆 然後呢 有賺有賠 但是扣掉一些手續費什麼什麼的 最後整個台灣人做當充是 付了四百五十三億 好 所以韓竹剛剛在講說 李勳也一直在旁邊當充 平平點頭 很認同 對 因為我自己也是覺得 當充很危險 然後其實像我最近我會覺得 與其真的盲目的投資 不如有紀律 而且其實我會覺得小資組 真的要增加自己收入 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像我自己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聯盟行銷 聯盟行銷其實剛剛像 宇安姐講到那個Shotback 你推薦別人不是有一百塊嗎 那其實我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我因為拍影片我就會推薦說 大家可以去申辦 我哪一些東西很好 然後我就推薦他們 然後我目前透過這種推薦 光是剛剛那個APP 就至少有十百九 六位數的收入 因為剛剛宇安說 推薦一個人一百塊 對 你推薦很多人喔 它就是一種聯盟行銷 聯盟行銷 不管是你今天要賣商品 人家透過你連結買 然後你可以抽成 這算是一種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我今天介紹信用卡 我今天介紹數位賬戶 別人透過推薦 那我也可以再拿到一手 然後或者是 推薦APP 人家註冊 我就可以直接拿到錢 這些其實都是很好的方式 用心觀察 其實無形之中 都可以幫你省下滿多錢 其實它就是重點 就是不斷地交新朋友 然後擴展自己的人脈 對不對 然後自己年輕嘛 又趕快多做一些頻道 就是像你講的 就是一直不斷地斜槓 這樣收入就增加了 真的 所以小資族們 看完這一集 大家一定覺得 現在充滿了希望 充滿了鬥志 因為我們連花錢 都還可以賺錢 所以要趕快 再存下我們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後再好好的理財 讓我們不斷地 我們的每一個子兒 都出去幫我們打仗 再生更多的子兒回來 對 我覺得投資 當然就一定會有賺有賠 但是你增加自己的實力 絕對都是賺的 沒錯 祝福大家囉 謝謝 加油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